5月10号 张亮颖工作室针对某网友持续发布不实言论 涉嫌诋毁和污蔑一人张亮颖做出回应 自主行为侵犯了张亮颖女士的名誉权 工作室表示对精确行为绝不姑息 已经委托律师追责 同时工作室发文称 对于恶意过于明显的人我们不警告 对于工作室的反应 张亮颖粉丝们纷纷评论道 针对恶意造谣 诋毁就不应该纵容 支持维权 实名表白工作室 据悉此为网友之前完全凭借个人感官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 门中也对张亮颖本人独有诋毁 而互联网并非反外之地 对于张亮颖工作室对于此事的声明 姥姥支持张亮颖工作室正当维权 也希望大家在网络上文明发言 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每个人的权利和名誉都应该得到合力的尊重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都享有名誉权 而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呀 芒果拉新闻 工作室的行为好棒啊 知识维权报道